一,脱法 长期邪淫送日,导致圣经亏虚,皮臭失困,不能疏布,发乃圣之鱼, 故圣经亏虚,则发不能的乳养,酒则发干枯,分叉,稀少最后脱落。 二,健忘 圣主骨髓,脑髓通过脊髓连肾,圣经亏损, 你再继续邪淫,必然身体只能通过熬脑中精髓,故而健忘, 逻辑和计算能力下降就是很显然的事情了。 三,眼花 近视 黑眼圈 长期用眼颊上纵欲邪淫,圣经亏虚,圣水足且温才能温许甘木,甘主树械,喜挑达,甘木受圣经温养才能生, 甘木开窍于木,故甘木不能顺经如氧,势力久知会下降,势力模糊,眼睛浑浊不堪。 圣病一般呈黑色,所以有圣病的人,一般脸色黑。 四,鼻塞 一般呈交替性鼻塞,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圣经亏虚之人,香火飞升,香火刻于阳明经,甘木欲则身风化火,甘木情费精, 让纵欲好色之人又喜永久时心热之物,甘欲则甘木不生,故以木,甘木不生,甘木不生,甘木不降, 甘火范味,所以为火望,阳明经行于鼻落,故热不能谢,越纵欲,热越多,酒之热结于鼻翘,中医名为鼻智,智,塞也。 火煮春愤肿胀,故热克阳明,而鼻中圈杖则智色也。 或为寒煮必藏,妄以鼻智为寒者,悟也。 盖阳气胜于上,而侧卧则上翘通力而下翘臂色者, 为阳明之脉左右香蕉,而左脉注于右翘,右脉注于左翘, 故风热欲结,并偏于左,则右翘火栽之类也。 俗不知阳明之脉左右香蕉,重于鼻孔, 但见侧卧则上翘通力,下翘至色,反以为寒耳, 故下鼻甲肿大,鼻气少,呼吸困难。 治法,大黄黄莲父子切心汤。 吃药后鼻翘会通,下鼻甲肿大之人, 会偶有鼻血流出,热嘴血出,鼻通。 还有的一种鼻塞是肺经虚,鼻流。 5. 搓窗 一般耗色之人,会长搓窗,搓窗一般红, 大,久须之人搓窗硬,不容易透发, 搓窗暗黑,皮肤暗黑微黄没有光泽, 这是因为肝沐浴则化火,肝火行精,肺主皮毛, 胆火上炎,严重之人为火之热筋皮筋疏布, 身体很多地方会长痘。 6. 口臭 胃火上腻口翘,大黄黄莲父子切心汤家熟地。 7. 耳鸣 胆经不降,圣经不足,圣开翘于耳,故耳鸣。 8. 身材矮小,发育不全。 1. 一般纵欲贤因之人,且在青少年时期, 此时气血未定,本是生长发育之时, 你却硬是要发号圣经,圣主骨髓, 自然你会瘦小,有的会手脚偏小。 9. 失眠,梦多,口腔溃疡。 因为香火飞升,心火不得圣水交际, 故心火拼望,心开翘于蛇,故意的口腔溃疡。 多梦,一醒,第二天起来就像没有睡过一样, 困乏无力,疲虚失困,轻阳不生,轻翘失灵。 10. 小便异常 正所谓阴虚内热,加上为火,香火不藏移热于膀光, 故小便多黄,久虚之人,阳虚为主, 小便清长,阳虚不能细化水亦所顾。 11. 小便分叉 这个不用说了吧,一直纵欲, 前列腺一直处于冲写肿胀, 小便细分叉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12. 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 物酒用必损,前列腺一直冲写, 失去平时的正常状态, 它就会慢慢适应, 久而久之就是前列腺肥大。 13. 大便异常 脾胃功能失常 14. 脚腺 肾经不足,肾气受损, 肾气虚择风强无力,故小便。 15. 依经 久纵欲之人一般很难依经, 因为宁经以后,原材料没了, 没有办法让你依经了, 然后平时有爱看点仙人票, 爱情动作剑,气饶往下走, 暗经又被耗了, 所以要进行养治。 有的人恢复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平凡的疑经, 这是为什么? 因为经恢复后, 肾气站不能恢复, 无法藏经, 再加上肝木反目的原因, 丰目道谢, 所以故意经不止。 16. 血经 这个就是没办法给你经验试了, 机体只能给你最接近经验的血液了, 这个要小心了。 17. 应能潮湿 还是贵妇一类的药, 下胶有吃, 火若水湿自然多。 18. 脚臭 肝木浴的关系 19. 情绪易怒, 情绪低沉, 悲观, 胆小。 肝木浴则情绪不舒, 会易怒, 悲观, 所以不用想太复杂, 心理原因只是因为身体的肝木浴, 一定要记住, 得病之后, 情绪要放开, 舒畅, 这个很难做到, 你情绪不好, 肝木浴会更浴, 要叫也就大打折扣, 所以不管你讲了几个痘, 你身体如何不好, 静态然处之, 胆木不降, 胆月久屈, 胆虚则胆子小。 20. 皮肤油腻 根本原因是胜虚皮虚失着, 外泛皆表。 21. 指甲半月板, 圣经刻肚齿, 九号之人, 必少之。 22. 杨威, 阴京宗经接触肝木, 杨威之人, 一般肝肾虚寒, 肝木枯损无用, 温补肝生。 23. 面红热, 木肝色, 眼尺多, 血因导致肾水亏损, 香火不藏, 故肾水寒, 肝木不得肾水温许, 故肝玉, 肝玉化火, 肝不生, 胆就不降, 胆胃就会导致小羊胆经, 阳明味精上蜜, 少羊香火上盐脸面, 味精灶热也可以, 肝玉化火, 总之上热下寒, 加上肺精虚弱, 肺主收敛, 肺精若不能收敛, 镇压不住浮火, 所以脸红, 如果有木赤, 木痛, 肝开翘于木, 肝火腎, 发于木, 热结成岩石, 说明含有肝火。 24. 痔疮, 肾水寒且不足, 肝木不生下腺所致, 温补肾水加生达该木。 25. 强植性脊柱炎, 这是肾水寒肾, 寒鞋凝质都脉, 受凉, 洗冷水澡造成, 大温肾水驱寒结为主, 四蜜汤之类家族。 本频道一切影片, 只为结缘, 而非推销以达盈利目的, 我不要你的订阅, 点赞和分享。 希望你看完影片后应以为借, 大家够免之, 望大家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